点燃长长的鞭炮 火光瞬间炸开 抬着金虎爷的神轿 从上方经过 祈求越炸越旺 锣鼓音乐响彻云霄 超级热闹 台北福县南安社 为了庆祝将军开光 四十周年盛达举办 来自四面八方的镇头 道场支援 没想到过程 疑似人车拥挤引爆冲突 因为他闪车 别人摇闪车就这样打撞的 有的也不认识啊 对不对 他可能有点摩擦啦 绕进完了就都回来这里 讲一讲就没事了 不只发生口角冲突 其中来自卢州公庙的镇头 在回程途中发生严重车祸 超过十人送医 肇事驾驶是他 十九岁的灵性男子 才刚考上驾照 技术不佳 人没大碍 但送医途中 还在救护车上拍照记录 刚刚早上的时候 还有几个小朋友在 平常都会搬往 或是晚上的时候就会过 绕经回程途中 灵性驾驶开车经过 海洋科大士林校区自撞围墙 依照规定一般小货车 只能乘坐驾驶和副驾两人 但当时光副驾就塞了两人 后车斗更夸张 不只载了超过十人以上 还放了便当补给品严重超载 依照道交条例 最高可处一万八千元 附近邻居提到 近期公庙越来越多青少年聚集 但实际从事什么活动并不晓得 这回阵头出巡 贪图方便超载 酿成严重意外 在这期公庙越来越多青少年聚新北 差不多 这期公庙越来越多青少年聚集 未经许可点允许可警